九个孩子特殊的动物朋友 科目多巨蜥 你小时候会和一头科目多巨蜥做朋友吗 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这个孩子拥有了这个宠物 直到已经做了爸爸 依然和他的宠物不离不离 雪霄 这是一只雪霄 在他出生之后应该也没想到 他的一生会出现一个人类小孩朋友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下面这一幕 雪霄看似凶巴巴的 但是在小女孩亲吻之后 还会凶巴巴的回稳 甚至对主人家的阿尔哈也格外宽容 鳄鱼 这家的孩子只有三岁 但是他却拥有一只可怕的朋友 鳄鱼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鳄鱼 但是这只鳄鱼面对孩子的拉扯 欺负却全部都包容 完全不在意 甚至还经常主动环绕在孩子身边 看来有孩子的家庭还是不要养鳄鱼了 主要是对鳄鱼不好 变色龙 这个小男孩拥有的特殊朋友是一只变色龙 这只变色龙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变色 而是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舌吻 真是个热情的朋友 幼狮 这只小狮子被自己的妈妈拒绝了 所以他被送到了人类的家庭中 现在他已经很好的融入了这个家庭 还和小姑娘成为了好朋友 狼 这个小姑娘得到了自己的狼少年 这只狼任凭小姑娘怎么欺负都不会攻击他 哪怕是小姑娘把手都伸到狼的嘴巴里 只不过被扯着嘴巴的狼看着有些无奈 大兔子 兔子虽然胆小 但是着急了也会咬人 更别说体型是这么大的兔子了 小女孩太喜欢这个大朋友了 毛绒绒的 脾气还好得不得了 简直就是活动的毛绒玩具 平时就会像一只大狗一样 耐心地陪着自己的人类朋友玩耍 鸭子 鸭子有一种叫做印记的习性 就是在他破口而出的时候 会将第一眼看到的人当做自己的妈妈 很明显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小姑娘 所以他几乎对小姑娘形影不离 哪怕小姑娘去上学 他也会准时在门口等着小姑娘放学回家 而小姑娘也给了鸭子最好的照顾 小马 这对好朋友都是三岁了 只不过同样是三岁 小马的体型太占优势了 而人类小朋友却毫不在意 甚至会将自己的小马朋友带回家里的浴室 帮他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要知道 小男孩自己还需要父母帮忙洗澡呢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 灵不灵验 有一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